這個加拿大紐約克大學副教授沈隆欣說 這個民眾黨是詐騙集團嘛 對不對 詐騙集團這件事情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個人到底是詐騙集團還是二百五 詐騙集團跟二百五差很多耶 要怎麼分 騙到錢叫詐騙集團 對 沒騙到錢叫二百五 然後打電話過來 爸爸我被抓走了 你如果真的很緊張 你付錢給他 他就是詐騙集團 對 你如果說 掛掉這個叫二百五 對不對 詐騙集團跟二百五一線之隔 你理他他就變詐騙集團 你理都不理他就是二百五 八席跟八十席差在哪裡 你理他就變八十席 你不理他就八席 對 就那麼簡單嘛 之前選院長的時候 尤其虧有他的任務 他去理他去簽名 那我就不論 未來一樣嘛 大家民主照票來嘛 民主的規則是什麼 票多了以票少說嘛 還給我教過嘛 少吹牛嘛 民眾黨 對不對 所以割桌都是看得最清楚的嘛 從頭到尾都不要理民眾黨 你就是八席 你理他他尾巴翹起來 就變八十席嘛 對不對 我就這裡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是詐騙集團還是二百五 你理不理他 一個巴掌拍不響嘛 對不對我整天簽名電話 我聽都沒聽也掛掉 做白宮 一樣你黃國昌要再怎麼咆哮你家的事 對不對 投票就是八票 沒什麼好講 民主手段 這第一罐 所以未來呢也不用去擔心 什麼在立法院啊 巴西被瑕疵什麼東西 你越理他他越勤了你 你越不理他那邊旁邊玩沙 上午去看記者會 看完記者會就下課 要幹嘛幹嘛去 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啊 那真的怎麼辦呢 總召對總召吧 對 傅崑崎跟老柯 大家在罵什麼啊 今天這個案子到底要怎麼弄 大家都是大人了嘛 柯總召跟傅崑 副總召兩個人沒有交情嗎 沒有互動嗎 對不對 沒有道理嘛 這一大塊 所以大家會未來 第一個大家會擔心 未來這個民眾黨變八十席 怎麼辦 沒事不理他就沒事 這是第一件事 不理他就沒事 第二件事 那未來法案怎麼談呢 一個一個談嘛 就一個一個談嘛 每一個的立場都會營造 各個政黨的正當性 一句沒有正當性 今天民眾黨下午的時候 全部擺爛去吃飯 保算韓國瑜嘛 對 這時候他就算民眾黨頭上 明天假設 要討論什麼什麼預算案 這預算案 假設跟潛艦有關係 民眾黨 你要杯葛你就講清楚啊 齁 你就講清楚 為什麼不要潛艦嘛 齁 你也可以說我是監督 那你告訴我 你要基於什麼樣的理由來遷都啊 洞潛艦我們拿出來看一看嘛 你寫的有比馬文君高明嗎 齁 如果寫的理由也像馬文君一樣 齁 一樣嘛 那你黃窩砂就是馬文君的咖嘛 我歡迎你杯葛嘛 對不對 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未來每一個法案 都可以杯葛 國外的民主制度很成熟啊 多黨制多席次啊 你要杯葛就講出理由 大家人民公開透明嘛 對不對 反正是民進黨的黨團 要快速的把每一天在立冤發生事 自己剪成團影音 讓大家知道各方陣營的立場是什麼 少在那邊假笑 對不對 你不要明明就是杯葛出來 該記得會說我沒有杯葛 團影音都在這邊 圖文卡片都在這邊 快速傳播 都可以 沒有說一定要挺民進黨 你也可以不挺 講得出理由 我們支持你 講不出理由 你被民意反噬 這是第二大塊 第三大塊 剛剛在討論 有沒有可能給民眾黨總召 對不對 拜託你國民黨 召集人 不是總召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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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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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富文晴你要兌現你的承諾 歐 八個給兩個我求你給 哈哈哈 我求你給 為什麼 你給 國民黨給民眾黨 每一次曝光的機會 以及每一分公開的權力 都在灌溉小丑 民眾黨現在目標是什麼 剛剛我們唸了一百習議員 六都都派員 一百習議員啦 二十二縣市每個縣要派五個 有的縣市沒有那麼多選區 等於是各區一個嘛 各區一個代表什麼 代表各區國民黨要調一席啦 對啊 我補面問嘛 你派我們同台啊 周小平小平書聽到民眾黨要派議員多氣 對不對 當然是卡到國民黨嘛 而且一百習不是提一百習上一百習 這麼準的喔 對啊 一百習要提一百五十習 你太看得起他們了吧 兩百習 他們要海選 沒有啦 正常一百五十習就是有精確估算 那以民進黨來說 如果一百習大概可以提到一百二十習 國民黨跟民進黨是很準的 就是說每個選區 大概就是誤差不會到一席啦 而且有時候藍綠會帶個默契 不要操合提名 因為操合提名就一起調 所以說可能一百習提一百二就好 以民眾黨之後沒有水 不不不不 沒有紀念 沒有紀念 一百習大概提一百五十習吧 亂槍打鳥中了算我的啊 一百五十習可能搞錯 就是民眾黨國民黨一起調 要有一些可能提兩個嘛 對 對不對 這一塊喔 第二件事情是 他有這麼多優秀的人嗎 都已經賴雨衝術嘛 二零二年不是 他的經歷是當麥當勞打工 現在的民眾黨是那個時候的民眾黨嗎 差不多 還有發展組織嗎 差不多嗎 他還有一千個里長 你把拜托起來 像那個張錡凱已經下去 當嘉義縣黨部主委了 那個六都我在玩你再講 六都我在玩你再講 所以第二個他已經賴雨衝術嘛 我去年就講我沒有瞧不起麥當勞嘛 你麥當勞接議員會不會太怪了 你後來中間卡個議會助理 國會助理之類的嘛 對不對 好那都沒有關係 所以第一個先確定一個事實 他們提一百個議員 倒霉的是國民黨 第二件事情六都都提了 你請問倒霉的是誰 還是國民黨嘛 這一次民進黨 這次國民黨的總統怎麼輸的 不是沙喀都 對 你趕快做台中變沙喀都 將幾人馬上一頭撞死嘛 對不對 台北沙喀都 新北沙喀都 新北沙喀都 鼠腳會臉翹到這邊 對不對 真的 拜託你提 笑你不敢提 都提 對不對 台北是沙喀都 腳毛都翹起來 沙喀都 對不對 那台南高雄你敢提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狀況是這樣子 我在講的是 國民黨要搞清楚 你給民眾黨的每一分的力氣 每一個曝光 都在滋養那些小草嘛 對不對 所以歡迎給他們沙喀 趙紹康大力鼓吹啊 應該要跟民眾黨合作啊 分沙喀給他們啦 歡迎歡迎 下一次呢 二零二八他們就跟你搶立委 對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子的嘛 那些戰鬥團倒一半嘛 對不對 這第三大塊 第四大塊 民眾黨入閣 其其不可為 其其不可為 會出事 你看我們前一段在講 民進黨的支持者 多痛恨柯文 你還要被詐騙集團騙嗎 賴金人有說要跨領域 跨黨派跨時代 那我們這兩天我也有討論 我也覺得是OK 因為本來就在多席次的中 應該說多黨制的前提之下 你不可能民進黨在笑想 一個人把他吃掉 對啊 可是你真的不能為了 裂解民眾黨 讓什麼賴香菱 另外一種張其露 陸葛 為什麼 因為這兩咖 你不用去裂解 他已經被裂解完了 他已經被裂解完了 他本來就討厭戈壁 討厭鑰匙啊 哦 欸四年前 你把賴香菱把我弄來的時候 把我講的多厲害 然後四年後 有了黃國昌新玩具後 就說你們五個比不上他一個 對 誰家養的狗帶回去養 對啊 然後賴香菱的助理罵 還被他罵 還有更誇張了嗎 大家落選完後 對不對 我跟你講 1月13選完之後 你有沒有看過柯文哲 跟這些人 公開漏過一次面 沒有 賴清德還去北海岸 請大家吃飯 對 落選的吃飯對不對 做人的基本道理嘛 一個黨要著葬 這些都是資產嘛 可是對柯文哲來說 沒有 我有新玩具 就玩具丟掉 你看他們在立法院的記者會 沒有看到現任的立委在現場 對啊 對啊 那請問 你還需要為了要裂解 他們讓他入閣嗎 有道理 讓他上上通告差不多了嘛 排在張立山後面 上個通告差不多了嘛 對不對 如果講 當然跨世代 跨黨派跨領域是好事情 可是不能太跨 跨到白 但是民進黨 連基本盤都會崩的 連民進黨 基本盤都不能接受的 對不對 之前每個總統都有 幹過類似的事情 對不對 那時候 陳月畢找唐飛跟郝龍斌 郝龍斌還新黨的 後來被罵到臭頭 蔡英文剛上來的時候 老藍男 對不對 還找馮世寬 他國安部長 也被罵到臭頭 對不對 可是都沒有像 對柯文哲那種恨 對啊 然後馬英九找賴信員 當陸委會主委 對不對 可是那個時候 兩黨再怎麼打 都沒有恨到像是 因為民進黨的心情 是被拋棄過 曾經深愛過的那種 對那是深愛過 然後被背叛的感覺 國民黨跟民進黨 本來就是敵人 對 兩個敵人 不會敵到哪裡去 對不對 打完就放下來 所以這個如果找 我覺得政治活動力 非常非常大 我希望只是 郭正亮的見鋒插針